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一个就是不好的缺点,一直改不掉,一直克制不住,就是每一次都会重复的去犯,然后这个就是说明自己业障很重吗? 当然业障很重了,如果你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缺点,你而且一直改不掉,一直重新的去犯,说明你的业障非常重,而且根性很差,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父有一次就是前几天大概梦到跟一位同修在师父身边跟师父说话,然后挺开心的,然后那一天呢,当天那位我就是我梦出的同修,他也同时梦见我跟他坐在师父身边跟师父讲话,然后他在问师父问题,师父很开心的回答他,但是在梦中,就是我问师父问题,师父不理我,不大理我,就是, 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觉得我是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是我这个就是,我这个脾气上面一直没有办法克制住自己,一直会发脾气, 一直会发脾气,实际上就是根性不好,一个人克制不住自己,那就是接近畜生道,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性格,习惯,这个人就至少在接近人道,一个人不能像动物一样,说发脾气就发脾气的,人要有智慧,人要学会控制,一个人不能忍耐,那他就不是人,听得懂了吗? 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小事情,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大事情,控制不住,我们人,为什么是人,他是高级动物,因为他能够控制好自己,如果控制不住,那就是低级动物, 人家狗呢,到马路上随地大小便呢,我们人可以吗? 他说他急了,他就要,就这么做,我们人可以吗? 我们人急了,能够闯红灯吗? 因为我们都懂得控制,我们发脾气了,想发脾气,我们就不能发,就是学会控制,明白了吗? 喂? 我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也要控制,念经,控制,跑到外面去转一圈,离开控制不住的情景,你就会马上控制住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告诉你,你找出千万条理由,说我控制不住怎么办,就是你没有修养,就是你修得不好,就是业障太重,全部都是你的毛病 什么叫控制不住啊? 控制不住,就像很多人一样,控制不住就怀孕了 没有结婚就生孩子,也是控制不住 最后我们给人家看不起,给人家骂 还要给婆家,还要看丢脸,还要跑到医院里去,很痛 还要把孩子打死,还要造业 就是因为你的控制不住 你听得懂我意思了吗? 听得懂 什么叫控制不住啊? 人会控制不住的啊? 只不过看那个环境而已啊 那个situation啊,那个环境啊 真的你会很在乎这个工作的时候 老板怎么骂你,你也不会控制不住的啊 你很在乎自己这个老公的时候 他再怎么骂你,你也不会 你也不会跟他顶嘴啊 你因为怕这个老公失去啊 等到你不在乎的时候,你才会控制不住 你在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控制不住 你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 还是撕心杂念 太重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在修行上 这个障碍我一直克服不过去 就是 家里的某一个人 我面对他的时候这个脾气就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每一次都都会发出来 发出来之后又后悔 再去跟他忏悔 但是下一次碰到的还是控制不住会发出来 我就觉得 那就是业障激活 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最好 你也没条件 像你这种人最好天天在台上身边 天天被台上这么讲 你看看呢 你看我们青年团的那些小孩子呢 个个都控制得住的 他们怎么会控制得住的 修啊 要有人讲的 师父刚刚讲了 我们小师父为什么不犯错啊 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天天讲我们 现在我们没人管了 没有修养了 没有文化了 谁管得了啊 现在的孩子啊 要有师父管的 没有师父管会倒霉的 会闯祸的 在人间的 生机闯祸 感情闯祸 听得懂了吗 好好努力的 还憋不住呢 憋不住就憋 实在不行就跑到外面去 转一圈 憋不住了 有什么憋不住啊 看见这个人在恨 你也要想一想 你几十年之后 你还恨他妈 就是业障啊 还债 还债就跟我克制住自己 有什么可以讲的 什么烂脾气啊 烂脾气 烂脾气 你还修心啊 烂脾气就往下面走了 下山道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很多流氓不就是控制不住吗 吵架 很多流氓不就打架吗 打了吗 年纪很轻就关到监狱里去了 谁知道他 他一生就在监狱里度过了 把人家一不当心打死了 判个无期独行 他一辈子就这么在监狱里过了 谁能够体会到他的苦啊 到了里边再说我控制不住 有用了吗 你告诉我呀 等到了地狱了 到了地府了 再说我控制不住在人间 有用吗 学会控制 就是学会有智慧 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了 好了 听得懂了 谢谢师傅 谢谢你 师傅您一会儿多骂骂我 多骂骂你了 长得漂漂亮亮的 眼睛大大的 就这么控制不住啊 像个动物一样的 想放脾气就放脾气啊 用修养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怎么 你是人啊 你是有智慧的人啊 你自己学佛的 你佛都丢师傅的脸啊 动不动跟人家吵架 吵了半天 还最后说 我是学心理法门的 我说师傅是卢台长 卢台长就培养出 你们这些弟子啊 天天跟人家吵架 控制不住啊 你给师傅 争争气好吧 明白了吗 我一定敢 感冒病 坚决改 嗯 什么控制不住 就忍辱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就在想 哎呀 在削我的业障 多好多好啊 哎呀 有机会削业障了 是这么想的 你听他讲话干嘛 随便他去放什么 你管他去放什么话 过来 你让他放好了 你让他放马过来 你离 你不要去理他不就得了吗 你马路上一个神经病 冲着你妈 你也会跟他吵架吗 不会 不会了 还好意思讲呢 几岁了 多动动脑筋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把我 把自己额头上的头发 给我理理干净 总弄几根 弄在弄在额头前面 影响运程的 哦哦 好的 难看的臭钥匙 听得懂吗 嗯 学的日本人呢 日本人有几样东西好的 日本人除了气色造的好 其他我看没什么好的 明白了吗 小日本 明白了 好了 这小女孩头发都前面一刀的 真多难看 就这样了 好好努力啊 好好的 再见啊 谢谢师父 嗯 乖一点啊 师父的好弟子的话要听话的 不听话修不成佛的 我告诉你 没人讲你啊 有人讲你师父啊 有妈的孩子吃个饱啊 没妈的孩子像个草啊 这还不懂啊 宝 没事 再见了 嗯 再见啊 老师父再见啊 字幕提供